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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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en 什么这么巧啊? Eric? 没有啊 我正在看资料 因为我刚才去了西营盆高街 约了朋友吃饭 才发现原来那里充满艺术气息 跟我以前去很不同 你都说得对啊 高街现在成为一个全新的SOHO区 鄰近西半山 环境高尚 还有很多特色的食肆 而且很受中区上班族的欢迎 对啊 好像我刚刚那样 在高街那里走下去 就经过正街 第二街和第三街 这几条街都有齐势民生商店 中西食市 还有宠物医院 超市和街市这些 生活配套真的全部都有齐了 我还知道那里是 十一区小学校网 和中西区中学校网 是首屈一指的名校网 很适合我这些现代盲目 对啊 走一的时候 你还可以和家人去到中西区 海滨长廊 又或者去到这个中山紀念公园 去书展的夏根骨 走远一点 还可以去到PMQ和大馆 里面经常举办不同的 Web Shop和展览 真是一家大小 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咦 那你有没有去到这个碧画村 当然有 碧画村是香港旅游发展局 重点推介的艺术文化地标 有超过二十幅碧画 全部都是出自本地和国际大师手笔 这些这么漂亮 这么有特色的碧画艺术 翻身区外的大厦外场 楼梯和地下 绝对是藉着Urban Arts 打造全港首创的碧画小区 是的 我预计会有更多特色商户搬进去这区 艺术、餐饮、宵闲、一应俱全 艺民SOHO小区将会逐渐形成 不止 这里亦都是行基地产和陪新集团 合作发展的全新精品住宅项目 随着毅理方一号开始入伙 发展商就诚勢推出毅理方二号 项目提供264伙 间隔涵盖开放式置到两房 当中主打是一房单位 尖全盘大约七成左右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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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期住宅项目都得到业界的认同 拿到多项物业大奖 其中发展项目用双子楼Twin Towers的设计 勇夺2019年亚洲不动产奖 以及2019至2020年度亚太区房地产大奖 项目就在港铁西盈盘站隔离 方便不少港岛区上班族 西盈盘交通很方便 因为鄰近香港两个核心的CBD 只是两个站可以去到中环站 四个站可以去到九龙站 九龙站旁边就是高跌站 而且这一区也有很多巴士 小巴和电车 所以交通非常方便 是的 政府在2019年初落成中环和湾仔妖道之后 接通了中西区和东区的交通网络 方便居民更快地去到港岛区 几个主要繁华的闹市 就是因为西盈盘交通那么方便 所以投资在这区的业主 都是一些长线投资者 他们喜欢买一些中小型的单位 因为这个楼价和租金相对都平稳 只不过西盈盘就比较多低层的住宅 如果我投资一些高层的单位 会否景观好些 升值潜力也好些 都会的 因为高层的单位景观比较开弱 部分更能够看到维港海景 是属于一些优质单位 所以它的升值潜力会提高一线 但是中低层的单位 它的租金回报率就会高些 所以高层和低层都有它的优点 同区这类型的楼盘 租金回报大约有三厘 租客是以中环区的金融行业 单身人士为主 所以他们喜欢开放式和入房的单位 你怎样看未来区内的发展 由于这区没有新的土地供应 如果重建一个项目 由收购到发展完成 往往随时超过十年 所以新盘供应很有限 未来这个楼价都会平稳向上 整体来说 这区的周边配套有齐了 出入核心商业区也是非常方便 又属于名校网博 相信会吸引不少人的兴趣 令到这区的楼价折折上升 小学大约有一条 别给大家看 新的小学语 谢谢大家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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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